来 月月 再来 好 马经理 您来了 赶快起来 啊 按什么啊 我说的您听不明白吗 不要在这坐着了 你可以回家了 回家 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 上什么吧 去财务 把您的工作扭了 你可以回家了 为什么辞退我呀 别问为什么 我是经理 我说了算 你可以走 可是 我这主管的位置 是董事长安排的呀 少拿董事长压我 我说让你走 你没推到吗 赶快走 就是 这我表姐都让你走了 还不走 哪那么多废话呀 那我走之前 是不是应该把工作交接一下呀 交接什么呀 这人我都带过来了 赶快回 好 月月 赶快坐呀 好 哎呀 这坐着就是舒服 呦 这个位子就是你的了 别给表姐丢人 知道吗 行 可是表姐 我什么都不会做呀 这怎么办呀 你什么都不用干 下面有人帮着你干 尽管坐在这儿 拿公司就行了 真的吗 表姐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些什么呀 咱们两个谁给谁呀 我告诉你 这个工作啊 求生都给 你就坐在这儿 等着拿公司吧 这一个月两万块钱呢 是吗 表姐 这么多呀 你放心吧 表姐 我一定在这儿好好干 绝对不给你丢人 那行 在这儿坐着吧 我给你吹吹人啊 帮上你做你的工作 那我也要走了 好的 表姐 没想到坐在这个位子 一个月能拿两万呢 到时候我发了工资 我再给表姐分一点 嗯 真好吃 嗯 这有个有权利的表姐 就是好 每个月往这个位子上一坐 吃吃喝喝 送上手机 这一个月就有两万块钱 真好 杉杉 给你找电话 你谁呀 进我办公室怎么不敲尾啊 不是 你是谁呀 怎么说这是你的办公室呀 你瞎呀 你没看见我在这儿坐着吗 不是 你脾气不小呀 这吃的挺香 行了 别废话 找我什么事啊 有时候快说 说完了赶紧走 不是 你有没有搞错 你是不是这家的员工呀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不是这家的员工 我能坐到这里吗 你是谁呀 我在公司 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你啊 那你又是谁呀 我也从来没见过你啊 我懒得跟你废话 我为你 之前坐在这里的那个人呢 你说那个茄子呀 不是 你说话文明一点 什么这个茄子呀 文明什么呀 他主国拐一拐一拐的 那不是茄子是什么呀 也不知道你们这么大的公司 是怎么想的 遭个茄子来这里上班 也不怕有损你们公司的形象 别弄我这废话 我问你 他人呢 开了呀 开了 谁把他给开出了 还能是谁呀 表姐啊 你表姐 你表姐是谁呀 我表姐是谁 关你什么事啊 不是你谁呀 我是谁 行 我要告诉你吧 我是一家的董事长 呸 你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你要是董事长 我还是董事长他妈呢 瞧你那股穷酸样 还是董事长 你配吗你 还有我穷酸样 那你告诉我 这董事长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董事长最起码也得是像我这样的呀 像你这样 你到现在都没有告诉我你是谁 我是谁 看见没 这个位置的主管 主管总总 主管 谁给你安排的 我表姐啊 你表姐 那行 你告诉我 你表姐是谁 我表姐啊 我怕说出来吓死你 他可是这个公司的马经理 马经理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那我问你 你在这公司上班几天了 也就两三天吧 怎么了 两三天 那你上班来工作 就是坐在这里吃吃喝喝 刷上手机吗 是啊 那不然呢 让我去干活啊 那活让我都干了 要你这些人有什么用啊 那合着 你在这上班过得挺舒服呀 还凑合吧 我告诉你啊 有在这公司啊 少惹我 要不然 有你好果子吃 没想到 你刚来公司上班两天 居然这么嚣张 不是你谁啊 你居然说我嚣张 谁非我现在马上让你滚蛋 行 让我滚蛋 那你在公司啊 就尽于嚣张吧 我看你能嚣张几天 我告诉你 明天啊 你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你算哪根车啊 你不让我来我就不来了 哼 进来 董事长 你找我呀 马经理 有你的呀 董事长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我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为什么找你 董事长 我真的不知道呀 你让我过来情况是这样 你别给我装糊涂 我问你 你是不是把你那个什么表妹安靠咱们公司来了 董事长 这个 你知道不知道 他工作的时候啊 是什么样子 翘着二郎腿 一只手拿着手机 另一只手啊 吃点零食 你说全公司上下 哪一个员工像他这个样子 什么 还有这种事 董事长 你放心吧 等会儿啊 我去说说他 你知道不知道 这我在办公室啊 看到他那个样子 说了他几句 他指着我的鼻子说 我一鼓喊三样 像什么董事长 更可气的是 他还把车零食啊 做到我的身上 你说全公司上下的员工 哪一个像这个样子 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啊 这些啊 都是你那个好亲戚做的 你都不知道 他当时有多嚣张 董事长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这个样子 等会儿 我让他过来 给你道个歉 道歉 你以为 这件事情 道个歉就能解决吗 我问你 你家亲戚 它是什么水平 你不了解吗 既然 你对他不了解 还把他放在那么重要的岗位上 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说 他在公司呀 什么都不用做 这里呀 有人帮到工作 你说说 这是一个主管 你能不能再做吗 更可惜的是 他一点都不知道追踪人 他张狗闭狗说 闪闪是个裙子 董事长 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竟然能用这样过费 马经理 你也是公司的老员工了 你也知道 这公司啊 每年都会有残疾人来咱们公司工作 你说说他 为什么歧视别人呀 是 是 董事长 你说的对 这我在公司呀 一再强调 这人呀 没有369等 所有的员工啊 一视同仁 这残疾人怎么了 他也是靠自己的双手 辛辛苦苦努力挣钱养家 凭什么 特别人的启示呀 是是是 董事长 你说的对 这人无完人 每个人呀 都有自己的缺点 马经理 你敢说 你自己没有缺点吗 哎 董事长 不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是那个闪闪 他上班的时候 老是迟到 还总是早退 行了行了 你不用在我面前啊 说闪闪的坏话 董事长 我真的没有说闪闪的坏话 我说的都是真的 行了 这闪闪平时对工作 什么态度 我比你清楚 就算他像你说的那个样子 也比你那个表妹强 董事长 这假日是我不对 是我安排工作不妥当 闪闪那个职位啊 是我提拔的 他怎样工作 在公司里面 大家都有目共睹 虽然啊 他身体有些权利 但是他在公司里面 也是尽时尽时的工作 哎 现在说说你妈 这你家里什么人 都安排他公司里面工作吗 你感觉 他能做好那份工作吗 他能挺你闪闪的职位吗 他在公司里 什么都不干 除了吃就是喝 像什么样的啊 我话都说到这样了 这该怎么做 你应该挺清楚吧 董事长 你放在 我现在 你妈把它给开除了 你以为 把它开除了 这事就完了呀 那董事长 你说怎么办 这闪闪啊 你必须亲自给我请回来 喜欢董事长 没问题 这闪闪啊 来到公司以后 你经理的位置 也不用干了 你如果想在公司留着 就从基层做起 董事长 别呀 我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呀 我如果不是看在 你这公司元老的费上 今天 我连你一起开除了 还有 今天 如果你不把杉杉请回来 你也不用来了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的 董事长 你的工作 回头我给你安排的 赶紧去吧 好 我这就去 好 好 敲 opens